本月13号 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刑警枪杀孕妇一案 在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司法禁定书显示 被告人胡平在案发当时达到了醉酒程度 但是仍然具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请看记者王刚从广西发回的报道 当天九十许 庭审开始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10月28日 被告人胡平协助湖南省楼底市新化县行政大队的两名民警 在大盆镇调查案件 十九十许 到该镇兄弟酒家吃饭喝酒 二十二十许 在返回平南县城途经该镇新囊街时 被告人胡平因醉酒下车闯入老牌螺丝粉店 持枪将店主吴英 蔡世勇击伤 吴英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庭上公诉人认为 刑凶警察 法治观念淡薄 特权思想严重 在群众面前耍威风 建议法庭从严判决刑凶者 去年十一月 平南县刑警胡平枪杀孕妇案发生后 平南县公安局局长等多名官员受到处分 可以正常算苏 每天的首讯本上 地下装 去年中的年能运廃至19 在婚心中的辅渐